好 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夜行地 表演者郭德纲 余谦 好 谢谢 好 我的天呐 哎呦 老河部队的 老河部队的 好 来 我给介绍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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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 好 好 好 谢谢 我看那还打得很苦 其实老河部队是吧 对 好 谢谢 我是村部队的人啊 来来来来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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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 这是刚才谁给我们的这是 那给的哈 这俩都是我的吗 有一个半是我的 我给你咬一下 谢谢 这个今天来了不少的朋友 节目也是一场 接了一场 是 刚才这个演员叫高峰 和鸾云平 高峰就是已经疯了这是 这叫疯了像话 说的挺好啊 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 对 把于老师请上来了 您客气 观众们非常喜欢于谦老师 都捧我 今天去说最早的时候 下午四点多钟的观众就在门口来等着 人喜欢听相声 我瞧见一小男孩跟女朋友 还聊你来着 哦 谈我来了 怎么说的 你男孩问女朋友 嗯 你知道我疼男吗 你做事谈我呢吗 这个 小女孩一脸的茫然 不知道 不知道 来就完了 那你知的苍景空吗 知道 女孩很单纯 你知的小泽玛丽亚 干嘛呀她 知道 你知的鱼谦呢 说到我 女孩愣了 啊 她也演那个 还是知道啊 没装到底 这女孩 可见您在大伙心里面多有影响 什么影响啊 我 我都入那个流了 我都 入哪个流了 那您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 主流的 哈哈哈哈 看这大伙高兴 我特别的开心 哎 瞎说几句 我想问您一个小问题 您说 我可不可以开心 谁都有开心的权利 我觉得 人要是欺负我 是不是 我也能找一个机会说几句 好 当然可以 谁怎么就欺负您呢 其实我 不爱说这些个话 是吗 我很想说几 你们愿意听哈 你们这是恨我不死啊 您说说又出什么事了 啊 听你这个意思就好像出过什么事了 不是出过什么事 是您老出事 你就知道咱这身份了 您说说 这是好多人多羡慕我这能出事 那倒是 嗯 但其实说句良心的话 我也不是招灾者祸的人 也不是愿意出事 好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也是 很纠结 哦是吗 我举一个小例子啊 说一说 北京城有三环有二环 四环五环都有 对啊 当年可没有 现在很方便 当然了 有时候喜欢几环也堵车 这怎么了 很正常 我就想问一个小问题 我们就拿二环来说吧 二环 是不是谁都可以走二环 当然谁都可以走二环 我就要你这句话了 啊 谁都能走二环 对吗 对 谁都能走二环 您可懂得啊 啊 他可说了啊 我说了不管用了 我又不是交通部的 谁都是都能走二环呢 跟身子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跟学历有关系 这都不爱 跟钱有关系 两码事 哎呀下我一跳 干嘛呀你啊 我就要你这句话 我这句话管什么呀 举个例子啊 啊 来了一个世界首富 嗯 趁好几十个亿啊 他走到二环上 可以不可以 也不收费可以走 好好好 来一个 咱们就趁十块钱这么一种啊 穷都不行了 走二环上可以吗 不让他交钱 照样走 可以啊 对 好急了啊 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 男女老少 谁都能走二环 都能上 为什么我不能走二环 这我没听 您不能走二环 你这是不是就在欺负人 是 对吧 那是有点过分 我凭什么不能走二环 对不对 我能躲着车走啊 是不是 你开你的 我这你 你这等会儿吧 这可是我的事 别说了 我就乐意走个逆行道 你管着我 什么乱七八字 咱说理知道吗 别还说理呢 你先等会儿吧 你自己走着上二环呢 我一直说啊 我能不能走二环 您这不是绕的人吗 您这不是 我乐意我走 说了 你乐意不成人要撞你 人也有责任哪 我想当二环十三郎 怎么不可以 二环十三郎